好 接下来是我们全球现场时间 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江泽民 他的遗体在昨天进行了火化 更多的新闻重点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真容 好 大家早安 全球现场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画面 这是中国大陆的前领导人江泽民 他是在11月30号的时候过世 那么昨天呢 他的遗体也移往了 北京八宝山的革命公墓来火化 包括了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还有李克强 栗战书等中共高官 还有前领导人胡锦涛都到场质疑 而且画面上你可以看到 他们是胸前是佩戴着一朵白花 然后呢手臂上是戴着黑沙 到场之翼 沿途更有无数的民众在夹到送别 习近平是带领着众人向遗体型三鞠躬 同时他也向江泽民的遗孀王也评 还有他的家属表达深切的慰问 江泽民的遗体身上是覆盖着中国共产党的党旗 而当时候呢是有四名的礼宾是持枪树立 站在旁边守护 其中中共的前总书记胡锦涛也前往医院为江泽民来送别 这也是自十月中的这个中共二十大落幕之后 胡锦涛当时被拍到背离场之后 首度出席公开场合 而今天上午呢也会举行一系列的追悼大会 届时全中国大陆将会以鸣笛 降半期股汇式暂停交易等方式默哀三分钟 另外全天也是停止公共娱乐活动一整天 好持续来关注的是美国白宫发言人 今天就表示说美国政府正在跟国会合作 就2023年的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 也就是NDAA寻找方法要增强威褚 阻止台湾的现状被改变 但是呢发言人他也没有详细说明相关的 立法工作的细节 一起来听 好 美國國會正在協商的是 2023年的財年的國防授權法案 兩黨議員準備在這個法案當中 編列高達100億美元 大約是新台幣3,090億元 這樣子的預算要強化的是 台灣的防衛能力 而法案預計也將會授權 美國政府從2023年到2027年 每年有美國的國務院提拨 所謂的外交軍事援助性的融資 20億美元給予台灣 以幫忙來抵禦中國大陸的威脅 而最終版本預計會在本週來定案 而最需要的關注的是 俄乌戰士現在已經超過了9個月了 而連接俄羅斯本土跟 克里米亞半島的克里米亞大橋 在今年10月的時候爆炸之後 俄方目前把大橋是完全修復了 那麼俄羅斯總統普丁呢 你也可以看到畫面是 他親自來現場來視察 好 畫面上可以看到普丁 他是穿著皮鞋 踩在這個恢復平整的橋面上 來步行參觀 而且不時露出微笑 看起來是對這個成果是滿滿意的 而先前其實有一系列的傳聞就說 普丁上週在莫斯科關底的時候 是下樓梯的時候是不小心跌倒 而且重摔當場失禁 但是就這個最新的畫面來看 普丁他露面而且這個氣色看起來是非常不錯 只有視察的時候呢會把外套跟帽子戴上 好 要抵禦的是當時候這個強風是滿強的 而其實呢這個惡物戰士以來 普丁他的身體狀況的傳聞呢 很多媒體就報導說 他可能有罹患癌症或者是帕金森士症等等 但是都是止於傳言 因為目前當然客工都是沒有證實的 好 持續來關注的是德國總理肖茲呢 最近再度說跟普丁來通話了 因為雙方來討論的是惡物戰士的問題 肖茲他在12月4日的時候 他就強調說完全停止跟普丁來對話 會是嚴重的錯誤 這也是肖茲跟法國總統馬克宏身為七大工業國集團的成員 還有北約的成員尋求跟普丁再次對話了機會 但是呢他們強調說這個對話的前提是要 俄軍完全撤出烏克蘭 因此他們說西方會持續來軍援烏克蘭 好 再來關注的是大陸的疫情 目前大陸當局表示說這個新冠病毒有減弱趨勢之後呢 其實在各大城市都有防疫鬆綁這樣的狀況 上海昨天就跟進北京宣布說 從5號的零點開始搭乘一些公共的交通工具 包括了像是地點跟公車 都不需要再查驗核酸的檢測的證明 而在戶外的場所像是公園或者是風景區等等 這些室外場所也不需要再出事 另外多處的大型商場也恢復營業 一開始是比較開心的啦 然後後面就比較 還是稍微有點擔心的 因為後面要自己還是要做防護吧 就是去哪裡口罩是不能摘了 對 因為大家 大家都放開了 所以自己還是要注意一下 畢竟我們上班還是要72小時核酸 至少我在這個吃飯還是要需要48小時核酸 對我來說感覺並沒有放開特別多嘛 主要就是這樣一個想法 然後 但是至少它也是算是放開的一小步 也算是整體的一個進步 而另外在北京呢 一週以來也是大舉的撤除這個核酸檢測站 但是同時間也造成民眾大排長龍 當然也引發了一些民怨 不過現在根據路透社掌握到獨家消息 說這個中國大陸的官方可能會在明天 就是7號的時候再度公布10項的鬆綁措施 包括將會開放部分的採檢的陽性者居家隔離 另外報導當中也指出說大陸也許會下調疫情管理的級別 而時間點最快會是在明年的1月 但是相關的報導跟消息 目前還沒有獲得北京的官方證實 而現在根據CNN的報導就說呢 這兩天根據有一名歐盟的官員就透露說 習近平他當時在接見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的時候 他就表示說不滿防疫封控的政策 主要的族群是學生 因為他們在歷經了三年後的疫情感到相當的沮喪 同時間他也暗示說大陸可能會鬆綁防疫封控 而大陸的外交部發言人毛寧 他對此也有所回應 他強調大陸國內的疫情管控是有科學的成效 關於習近平主席同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會談的情況 中方已經發布了消息 你可以查閱 你提到中國的疫情防控政策 我想強調的是 疫情發生以來 中國始終根據疫情形勢發展 不斷優化完善防控措施 最大程度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中國的新冠肺炎疫情重症率和病死率 在全球始終保持在較低水平 事實證明 這幾年中國的疫情防控政策是科學有效的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酒店推出的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這大干貝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也是加分在加分